小龙啊 下一条龙实在不行 让纳尔直接换个卡什么的 上路纳特这个位置会被有机会 大招是转到了 那纳特这个位置应该跑不掉了 而且大人头给三球就拿下来了 小失误 小失误 这个小失误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确实有点不小心吧 他没太想到对面一个AD没抢中线 然后过来抓自己了 小天这个位置被锁到了 有点危险 交一个闪线拉开 没有死掉 后面这边大招已经开了 想继续追 纳特这边被黏到 这样的话已经交一个大招 雅高开大招过来想杀小天 想这个位置可能跑不掉了 关键时刻 感觉涛博这里突然有点掉链子了 京东这个小龙可以拿下来 没有打野 后普就这么能大伤害 两边的经济已经拉开到了一万多 而且还是这个纳尔太恐怖了 解决不了 京东穿透出来之前确实处理不了 现在 我觉得就算穿透出来 现在等级的差距也会让这个纳尔格外的肉 主要还是没有时间能脱了呀 这电龙还有两分半 现在京东全员都有点很难出高地啊 想逮捕 卫沃尔的有机会吗 敢有了呀 这波 二连跳往后拉 没有闪现呢 但是这里都没有下降吗 三连招击逼过来 一抓卫沃尔的 卫沃尔这边是终于倒了 人头是被这边的打野拿下来 隔墙是清理下后步 后步的进化还是被逼了出来 看他们这边还想上 但是奈特是可以用大招过墙 没资源 倒是 而且我反而觉得京东小亏一点啊 主要这波 下波龙团你没闪 对啊 泽力没有双招了 后步的双招是很关键的 你们说有没有一首九死一生 哦 放个电龙回啊 我觉得这波接是必输的 好 那被客气能得过墙 没有人能去挡 就这个团 后步没双招 我想不出来能接赢的方式 但是对于淘宝来讲 他们也懂就是 如果你来接团 那这把游戏可能要结束了 有没有九死一生 就是京东把这个龙放了 因为我觉得硬接是很难很难接的 已经在打了 打的速度还可以 看看套博这边怎么办 然后大招封一下走位 掉了一半血了 赶紧跟大招要拿下了 套博过来能不能抢一手 被抬了一下 敌旋过不来 被窝了马上便当 龙手鞋就未拿到了龙 这边则就直接开大招往后拉 小鞋里面的状态很一般 那边被抬了一下 闪现 这边机器人躲到这个台阶 这边闪现了 闪现了 导廊微博里面想推一下 套博里面进化解力战 还没死吗 套博 还要暂时接打 微博的微博可以秒不掉 套博 要被一波了吗 这都打输了吗 我这一波什么情况 落后一万击击 不是JK拉伍闪到脸上 想要把套博秒了 然后伤害没拼过 这波思想出问题了 我觉得大龙那个位置 因为炎卷风路确实不好过去 但是就算对方拿到大龙 可以慢慢打呀 我感觉套博怎么这么急呀 冲了太急了 真的太急了 这哪怕你是拿这个电龙 往后拖一样是你优势 你哪些一万经济 七千 七千 什么什么概念 主要是拿大龙的同时 直接团变一波带终结的 主要还有战略点 对 带终结加战略点加拿完又推了塔 哇 这一波直接感觉要翻了 整条大龙收益应该能八千万 还有塔能推 好夸张啊 这一波团战 但我觉得 就 不太 真的不太应该对于套博来讲 我觉得套博就是 他们那个当时临场的那个决策做得太莽撞了 就愣住了 那一瞬间真的愣住了 然后他们几乎都是在龙坑里面被白打的 对 击飞了一下威沃尔的 哎 真可跳 但是三人车也没开到 德里直接隔墙开打 要射起来了 三里这边可能要死掉了 还是比较脆的 这里的话 竟然一个卡拉威 卡拉威给也要死 这样的话 这边杀了两个人 威沃这边是活了下来 三里这边的尸体要被打掉了 复活甲站起来的卡拉威还是活下来了 后面一个W是被JK这边的一个疫情的挡掉 这边还要继续A吗 但是后面的伤害有点高 超线暴闪还在身上 回応着GP 还在去 超线暴闪还在去 泽力这个时候找不到目标了 超线暴闪终于要结束了 想蹲有没有做传送门出来的 这应该不会的 感觉京东执行力纪律性还是蛮强的 主要现在地图上不知道对面人在哪 哎 这说着呢 有一个纪律性 牙膏那边可能差钱 但是卡拉威在那边蹲也不敢救人啊 五个人来了 卡拉威只能走了呀 对不住了 但这边的话 维吾尔的可能马上要变小了 跳上来 把赛恩推回来 赛恩这个位置蛮肉的 开一个大 京东的人赶上了 赛恩肉的出发 露露赶紧把他顶给他 但是顶不住了 赛恩已经倒了 那这样想往前 交际能追 HOP这边还在刮 强穿激光 小天走位很优秀 没有被穿到 HOP也不敢再追了 他也被电轮回跟减速 但是4打5的团也得接呀 这毕竟是远古巨龙 但HOP大招已经结束了呀 这接不了一点 追不上了 涛博这波利用微卧的一个单带 打出了巨大的标志 运营得很漂亮 但是金兽还是想尝试一下 HOP这边在尽量的刮 奈德这边被卡拉威留了一下 奈德是没有大招没有闪现的 这波奈德挺危险的 被一个变扬 还有机会吗 这边是个神分的位 还有杀害 更加打到了 有个机身 可以拖一下 奈德死血躲住了 杰克拉威这边 远古龙喷得够呛 残血这个杰克拉威被变扬 差一次一个大招又复活甲 卫是被娜尔拿了一个大人头 但是HOP这边的状态还可以 然后交出一个进化往后拉 HOP这边还尽量的输入 HOP这边格强过来想追杰克拉威 杰克拉威 杰克拉威 这边还能继续追吗 格强的一个强穿激光 没有穿到人 那这个远古龙感觉不好说了 狐狸绕后了 狐狸绕后了 狐狸绕过来之后 自己是带着一发大招的 但这个时候369也要复活了 369复活之后 他也能够来到正面 369有踢的 而且HOP大招也好了 但369咋算包一下吗 没有交接 他想守线 他觉得这个高低的线太差了 Night这个位置会不会埋伏 好像还是胆子比较大的 被扫到了 现在TOP还是把这个远古龙坑站住 给一个HOP的加速 想先打一波Night 但HOP这个位置 大招已经赚好了 强穿激光没有被减速到 369在下线把线吃掉 两边好像还是无事发生啊 但是这边的话 没有卡纳别 没有打野 这是最关键的 这边HOP想 这个团二打四吗 踢过来了 三打四 不过左边没AD 持续差异确实差一点 三下来一个车 直接撞到了Mark Mark被减速到 大招留住了一个HOP HOP隔墙被威伏的石头减速 威伏的变小了 正面Mark被突回来 Mark要先被突破了 而且威伏的一直被远古龙盆 威伏的只能选择 直接一能跳上墙 那这个时候两级反转啊 而且卡纳别已经复活 再往龙坑赶了 卡纳别要过来了 这个龙须上了 感觉这个龙套博 反而真不了了呀 西威尔来了 但是来不及了 小天感觉 再回血还是来不及 感觉这个龙 应该是京东在拿下的 只要拉出来就可以了 小天没闪下不去 哇京东在这波 长达三分钟的拉锯战里面 最后上到了最后 把这个圆古龙拿下了 这波感觉套博过来挺难受的 看小天的大招 能不能立功 先清理一下309 三分钟 这场过缘独龙 结束了 没有情况 没什么情况 这边剩下一个烟斧走不掉 被隔墙的大耳架 想先拿到人头 桂木哥这波团战都坚赢了吧 所有卡纳只剩一个人 大招 终亚躲掉远古龙的斩杀伤害 回成再一个Q锤子 但是一手三难道真的成立吗 这个情况 感觉守不住了呀 守不住啊 没有AOE 这么亏对吧 远古龙居然打输了 远古龙甚至差点拿下了个大龙 但是最后京东还是输掉了比赛 涛博这一波他们后排的两个C 一个轮子吧 一个狐狸吧输出也顶满了 最后涛博是推掉了京东基地 把比分搬平了 恭喜涛博搬回一层 这场比赛 激烈 太激烈了 主要场上发生的情况 有点过多了 这个任务就得交给 评论席的三位 帮我们好好地回忆一下 这场47分钟的比赛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恭喜涛博